日本能登历经的强政 还有这回超大豪雨发生了 土石流跟淹水的灾情 慈祭的勘灾先请团在大水退去之后 前往了诸州市进行的勘灾 透过空拍的镜头可以看到 农田已经完全被冲刷下来的泥沙给淹没 住宅区更是一片狼藉 豪大雨过后 山谷间看不到绿油油的农田 已完全被土石所覆盖 成了另一道土泥流 可以想象在21号时 土石流直冲而下的威力 来到诸州市靠海边的镇院丁 已经是灾情较为轻微的地方 但两旁的房子 田地 都有泥巴流过的痕迹 漂流木四处可见 当时发生大雨特暴的时候 这里是一整条街都是淹水的 而且一淹就两天 到22号下午四点水才完全退去 这里还留有当时淹水的一个磕痕 估计大概有100公分高 地震 水患 一年内激烈发生 乡亲们很无奈 但也很勇敢 立刻进行清扫工作 也看得到有民间团体 主动协助道路清理 他们本来是在能登丁 进行拆除作业 下大雨的这两天 都是主动义务来协助 后续的清扫工作是重中之重 慈激志工走访政府单位 表达提供协助的意愿 东京慈激人也在24号投入 勘灾关怀 希望能再次给受灾的乡亲 最及时的温暖 大约新闻杨警惠 郑志明 日本报道